音樂 像模擬立委之選的那個小遊戲 每個人的分配角色是 就是不是我們自己決定 而是被接到任務 所以我覺得更多了不同種可能的立場 對 只是就是要去說服跟去理解 這件事情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這畢竟是遊戲 其實不是所有人都有辦法完全的代入 因為當你後面有金主壓力的時候 我相信那個表現會完全不一樣 就是大家會有更強烈的意圖 讓我不惜破壞這個法案 不惜讓它延宕 我也要就是讓大家通過我的 可是這次剛好我們都沒有發聲 你如果贊成第一案你就寫圈 否定你就寫X 然後交到中間 然後讓蓋著交到中間 讓那個意識人員協助開票 好 下一案 同事可不可以承認小孩 請各位委員做出判決 阿王 這個人是超強的 是不是 好 來 都投完了嗎 都投完了嗎 下投禮手 不要 不要 這可以在 好 選你票 兩票 三票 我們剛剛那組在討論的時候 有一個蠻奇妙的現象就是 我們總共有九個人 然後其實大家立場就是各異 可是我們有就是大概 可能有五六項的就是項目 它都被包裹起來表決 然後它是全數通過的 然後這個現象就是其實 就還蠻反映說很多立法委員 有一些利益交換的情況 然後就這個現象還蠻特別 就是說明明某一些項目 我可能不是這麼支持 可是我為了讓我通過的 法案總有包含我支持的那些項目 所以我就有點類似肉同利法 把它全部包起來 然後做一個表決 最後它會是全數統一的情況 大宗志正廟要轉成文化刺激 來帶動人潮 然後我就要用於文化崇建 還有要包含部落文化 藝術家進駐還有戰爭紀念館 我看到這部轉型 這一把非常的幽默 我們修書了一個就是 是一個向前看 對 向前看 向Money 向前看 好 中正大宗志正廟 直接轉型成這個文化市集 因為你們有人很在意光光嘛對不對 好 光光我們要拆光 然後這個我們就是 我們總共九個人 六票通過 然後廟要改造 就是我們現在不管拆不拆 反正就是它至少要被改成 不是現在這樣 好 我們今天會做現在一個體驗 它把什麼教育法 裡面包含的軍事戰史 海島國的 主體史 原住民的史關 什麼歷史真相通通包進去 這個法會怎麼發生 我不知道 反正他們通通包進去 對 然後就變成一個酒票通過 對 這個基本上就是 大家可以體會到立法院 通常會發生這種奇怪的事情